内地持续受到高温影响 多家上市公司都要求停产限电 因为限电所以要停产 吉利管理层就说 上星期停产了四天 不确定是否会进一步停产 并且提到如果只是停产四天的话 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零件供应影响 就将会有限的 看到吉利昨天跌了6%之后 今早就再要向下 你如何评估这次限电对他们的影响 未来会不会也不是太乐观 我看到管理层的说法就是 还在调查中 还未知道影响 但是股价先跌下来 但是你又要留意 昨天除了吉利之外 很多不同的工业股都跌下来 我想不只是吉利的影响 如果要停电 是的 其实不只是吉利 很多我看到五百 那些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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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1316 那些什么 萊西特 其实昨天都对得很急的 正正就是因为 应该是在炒限电那样东西 所以大家记得 上年的时候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限电就令到工业股不停跌 留意它不是跌一天的 它也会跌一段时间的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现在你知道限电的 你也是没完没了的 那我觉得 你如果要接刀的话 大家要留意 你有机会再怼心 而且吉利始终的价格 不是低位 你不同的 就是长器 长器就怼到 下底 有个反弹就合理 吉利其实它没什么跌的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是否有权再跌心一点 那我想这个要留意